四个主轴 一个是版种原理的特性 第二个是作品赏息 第三个是文创运用 第四个是国际手工书的欣赏 第五个是服装设计 那党画应该同学在高中时期 或者是国中阶段应该都会有接触到 像那个最基本的就是图板 图板你在木板上面 或者是橡胶板上面去做这个刻画 然后用纸张和旋纸把它印出来 那版画的定义 我们先了解一下 第一个是间接性 那就是说它要透过版 间接的把它转印到我们的作品上 那第二个是复数性 就是说它可以透过版 运出至少两张一样的作品 至少两张它就可以称为版画 所以版画的定义就是 第一个它有间接性 第二个是复数性 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NBT 那后面同学 前面的这个投影看得清楚吗 如果看不清楚前面两盏灯关掉 OK吗 可以 好 那开头这一件作品是天津杨柳青的棉花 天津杨柳青是从明代就开始了 非常有历史 那它的一个制作方式呢 是以这个半印和半画的方式来呈现 这半印半画就是说它会先用木板 雕出画面的线条 那线条之后呢 然后用墨 就是水性的这个印墨 像广延或者是水墨 或者是其他水性的这个印墨 把它印在宣纸或者是这些纸面上 那透过两三次的单色版之后呢 我们再以这个彩笔去填绘 去呈现一种比较鲜明活泼 喜气吉祥的一种传统民间的木板年画 那所以这内部的这个色彩呢 它就是手工手绘上去的叫填彩 那主要轮廓那就是用这个木板 水性印墨印上去 所以就是半印半画的方式呢 来制作的 那这是从明代就流传至今的一种工艺美术 那这也是被列入这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中 好那所以这个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很有名 这是老师收藏的一件作品 好那版画它有分凹凸凭孔 好那现在科技发达 所以又增加了这个数位 数位的这个影像创作 那我们先来说明这个图版 图版原理就是最直接就是印章 各位的这个印章 它就是图版原理印出来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版上面你刻的不管是图纹 刻好之后我们就是在突出的地方 突出的地方就是古墨 古墨之后 然后透过压印机或者是马连手工压印出来 那印出来的这个图纹它会左右颠倒 所以你们看你这个印章 你们的印章是不是都是道的 这个反字那印出来它才是这个正体字 所以呢这个图版在印字的时候 它会有左右颠倒的这个问题 所以你如果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考虑到这个 要先设计反的字或者是反的图 印出来才是真的 就是图版 那图版的话呢 它可以呈现出一种要扑着 扑着的一种一种层次 那它就是这种亮暗的层次 强烈的对比为主 那刻的时候就是 你这张作品 鬼历呢 这个图的部分呢 它是突出来的嘛 所以它是寿墨 那背景的部分它就是要剃掉 背景把它剃掉 所以背景呢 它是凹下去的 就凹下去 所以呢 你如果说运用剑层 剑层法来搭配的话 就是底色的这个剑层会先印 大的原则就是浅色会先印 然后上面我们再叠这个主板 黑色的主板 分版分色 那版印呢 它有专门就是一个在国际上面 就是固定的一个签名方式 那签名方式呢 等一下我们会再做详细的解说 就是我们用铅笔在底下签 落款 好像画水墨画要落款 它版画的 有特别的一种签名方式 那这个是图版的藏书票 藏书票 它的符号就是 你在设计图的时候 一定要搭配这句文字 Esl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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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票 藏书票 就要有这个符号在作品当中 那在国际上面或者是国内也都每年都会有一些藏书票的比赛 全国性的这种比赛 那它就是有尺寸限制 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入门 就是我们在试做的时候就是先从这种小品开始去尝试 去试做 那常数票一半都差不多10公分 10公分以内 10乘10之内 不会很大 那在科版的时候 这个图版也有分木板 焦板 还有数字板 现在科技发达又开发出一种比较便利的数字板 那数字板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刀 雕刻刀 还有这个原子笔去刻 所以非常便利 快速而且安全 那一般传统的话就是雕在木板 这个橡胶板上面 像比卡索那很多那个胶板的作品 那这种比较硬的这种胶板或木板 就一定要用雕刻刀 雕刻刀它有什么圆口刀 平口刀 斜口刀 来并用 就是说你要在作品当中去表现这一些刀痕趣味 刀痕的趣味 好那就是水印木刻 水印木刻就是说 一样是在木板上面雕 那雕了之后 我们是用水性原料 水彩或者是墨 来印 那印的话就是手工 用马连 把这个你的设计的这个图案 压印出来 那是完全纯手工 那水印木刻它可以表现出一种东方的这种韵味 水墨的韵味 就是它可以呈现出那种 比较微妙的那种建成效果 在同一个板子上面它可以制作出来 跟油印的感觉不同 油印它就是说它的颜色是比较大面积的 平面的这种色款来呈现 那墨呢它可以可以有这种云染效果 好那再来呢 第二个板种凹板 凹板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透过这个腐蚀性的 像硝酸研化第二铁 这种具有腐蚀性的容器来制板 所以就是说制作凹板的时候 必须要有独立的一个腐蚀空间 一般教室不能够进行的 所以这样就是它有制作上的一个限制 那凹板的原理就是你的土是凹下去的 你的土是凹 凹下去的部分呢 你就是要上墨 在板面上上墨之后 然后用那个寒冷沙和内力度去擦 把表面的残墨把它擦拭掉 那凹下去的你的那些主线条 还有吊子呢 它就整个压到这个凹槽里面 那这个凹板凹板的这个图呢 要透过压印机 因为压印机的那个压力才会够大 所以凹板的压力要大才能够印得出来 所以它那个纸张啊 板画纸也都要打湿 打湿之后透过压印机的这个压力 把这个墨吸上来 所以凹板印出来之后用放大镜看呢 它是它的那个墨 墨的层是凸出来的 然后它有一点点那种半浮雕的效果 就是凸出来的一种层次 你用放大镜看 好这是凹板 凹板的层次也会比较浑厚 那同学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些作品 凹板凹板作品 这些造型不管叶子或者是石头都是透过腐蚀 腐蚀出来的制造不同的机理 机理做了之后就是要腐蚀 然后就一层一层的去腐蚀它的深度 你要做出很丰富的调子就是你要长时间一层一层的去腐蚀 那当然这个板印当中也有这一个建成法 这种经常会使用的建成法 不管在凹板、凸板 这个我们都会经常会使用 好那这是日本作家的作品 日本女子大学的助教 我们就是在研究所时期有去日本交流 日本交流的话就是像武藏野大学 日本大学还有日本女子美术大学 多么大学这个我们都有去参访过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板印设备是非常完善 而且是开阔干净一层不烂 所以参观之后就是要去学习他们的那种保养的精神 那个教室真的是保养的很干净 这个腐蚀的部分就是说它比较容易制作出那种神秘 神秘感 一种比较抹黑的一种神秘气氛 因为它主要是靠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末 然后去插出这些重点你的这个主体阶调 所以它大部分它会比较暗沉的这种调性 比较容易呈现出一种神秘感 好那这个也是也是凹板 然后有搭配套色 搭配套色 好那这是另外一种技法叫melody melody它就是这个铜板 铜板上面呢 刻画了很多那种米字形的这一种伤痕 就是用咬点刀或者是用这个刀片 就是上下左右 右上左上这样子米字形的去交错 交错出非常密的这一种伤痕在铜板上面 然后就是用这个特殊的这个刮膜刀 melody的刮膜刀把这个亮面慢慢的把它刮出来 也就是说它整个米字形的这种伤痕呢 你如果没有刮的话 你上墨插墨过压印机它是整个是黑的啦 整片就是黑的 那就透过那个刮膜刀把这个亮面慢慢的刮出来 灰的层次亮的层次把它把它刮出来 所以它能够呈现一种比较精致的素描效果 好那第三种是平板 平板的话它就是透过这个有水互刺的原理 也就是说你的图的部分 图的部分它是吸墨 吸墨非图像的部分 就背景的部分呢它会这个吸水排墨 所以它是透过有水互刺的原理印制的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平板 平板的话它又有分石板和这个PS板 石板 石板算是最传统的啦 就是欧洲早期在印制海报都是用石板来做这个印制 大量的印制 那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又延伸出这个PS板 它是比较便利的 用PS板来印 但是它要透过这个紫外线感光字板 那另外一种是沙漠铝板 沙漠铝板呢它也是可以在那个铝板上面手绘 就是你纯粹要表现你的手上功夫 就可以用这个沙漠铝板 在这个铝板上面去画画这个素描效果 它也要透过一些化学的这些溶剂 去做腐蚀 做腐蚀 字板 那平板印出来它也是会左右颠倒 左右颠倒 那就是说我们上个学期嘛 在那个印兰教室有有研习过 这个PS板 PS板就是说我们在印的过程 就是要不断的用海绵擦水 擦水保湿啦 然后就是滚墨擦水 那这样反复到说整个的图像的部分 已经是瘦墨均匀 我们才可以过压印机把作品印制出来 所以这是平板 油水互吃 那这是平板作品 那平板它比较容易去表现一种手绘 轻快的效果 比如说你喜欢那种手绘 手绘 手感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平板 来制作你的作品 好那这是套色 套色 那一样就是说 其实你不管是什么版种 你要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视觉力量 视觉力量 所以那个层次啦 那么绘画的这些原理原则 你也要把它运用进去 那种黑白灰的关系啦 大的亮灰暗关系 焦点 主题 对不对 主题你不能太小 你怎么做版画的就是强调力量 那主题你就是说你在设定的时候至少七八分满 你不要画太小 主题就是尽量要画大 那就是说可以去搭配这些质感 不同的这些基底质感 那除了用手 用手画 那PS版呢 它也可以结合影像 影像创作 先在Photoshop去做处理之后 那也可以融合你的手绘手稿 把它融合在作品当中 整个的视觉上它会呈现比较丰富的样貌 那这个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 石板 传统的这个石板上面就是 把这个明暗素描 效果呈现出来 那这也就是跟你画素描一样啦 就是说它是用油性笔在这个石板上面 去经营这一些明暗层次 立体空间啊 这一些变化 那石板就是说它的 字板工序比较复杂 就是说你油性笔在上面 石板上面画完之后 还要透过腐蚀 墙中落的这一些酸性腐蚀 所以它会比较 比较花时间 比较花时间 好 那这个就是结合影像 也就是说它用数位摄影 然后呢 就是在摄影棚里面去 把这一些物件 去把它那种氛围 去把它晶莹出来 然后就是拍摄之后 然后呢透明片 输出透明片字板 把作品印出来 所以它可以呈现出很维系的 这种层次变化 就是你如果是影像创作的话 就可以结合你的数位摄影 这也是一种创作方式 好 那这个完全手绘了 直接在石板上面 很潇洒的 很粗犷的 用油性笔在上面 上面画 比触痕迹 还有脱洒 脱洒的这个效果 就是用那个汽水墨 就是画石板特殊的一种墨 它就是这种流动效果 它可以呈现出来 那就是说手绘效果 然后再结合这种流动性 它可以结合这两个部分 那画面就会非常非常精彩 好 那这个是影像 影像的一个创作 你就是说你拍摄的影像 把它处理成高反差 然后再透过这个两三层的这个套色 那就可以呈现出这种特殊的一种气氛 好 那这是透过这个Photoshop 有在做影像的处理 把那个叶脉 还有这个阻止的这些线性 做融合 那它可以 可以印出非常细致的 那种细点效果 但就是说 前提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 解析度要够高 你的解析度不够的话 那72dpi 或100dpi 那个都不够 你要放大到说全开这么大 那肯定就是很严重的 骰克 严重的模糊 所以就是说 你要用在你的创作上面 你拍摄的这些影像资料 就是解析度一定要高 那至少180 216 这个范围 好 再来第四种是孔版 孔版的话 它应用的范围都就蛮广了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理 那孔版的话 它有分了 100目 150目 300目 就是说它这个网的粗细 它有分了 那网交织的比较粗 它的那个孔 孔洞就比较大 它印出来 它就会比较粗 那一般我们在印作品 都是要150目 你如果说要印得很精致 就是300目 来印 那捐印呢 它就要透过上 感光乳记 感光乳记有那种粉红色的 那种环保型的那种感光乳记 上完之后呢 把你的这个透明黑稿 你透明的那个 透明片或者是那个描图纸 不伸缩描图纸 在上面 上面就是画黑稿都可以 那你的黑稿 跟这个 上了感光乳记的这个卷板 就是要到紫外线感光台 感光字版 然后用那个 用水 用强力水柱把这个 你的那个图像 你的图像 冲出来 你的感光的时候呢 遮挡的地方 遮挡的地方 就你画的地方 你画的地方呢 就是 遮挡 把那个感光乳记遮挡 遮挡住 所以呢 遮挡的地方呢 它就是 紫外线感光的时候 感光不到 所以水一冲就冲掉了 这个 其他的这个背景的部分 背景的部分 它就是 紫外线感光它就会硬化 紫外线一照射呢 它就会 那个 硬化掉 感光乳记硬化之后 你用水就冲不掉 所以它就是透过这个 这个镂空和遮挡的原理 硬制的 镂空和遮挡 那 硬的时候 一样就是说 这个墨是放在 放在这个 捐框 里面 然后用那个 扇皮刮条 刮下来 那 刮下来的这个影像呢 它不会左右点倒 所以就是凹凸凭孔 只有孔版 它没有点倒问题 那像这个孔版的话 它用这个 特殊的 这个 墨 捐印墨 也可以印在衣服上 T恤上面 或者是 红包袋上面 都可以 好 那这是捐印作品 它印的程序还是从这个背景 就是 漸层色 漸层色 然后再去套 这个主板 套主板 那就大原则就由浅 印到 深 那捐印的话呢 像这种明暗阶调呢 你如果要用影像来创作 你就是要过 要过网点 你的这个影像就是要过网点才可以 印得出这些节调 那捐印它比较属于一种平面色块的 你像那个 突破艺术 大师 安迪沃和 香蕉 马蹄蝶梦露 就是 就是很多用捐印 平面的这个尸块 来呈现 好 那这是我们国内的 哦 艺术家 杨明蝶老师 他是高雄师院的教授 那他的作品就是 他蛮强调这些基礼 一些基礼质感 那这些基礼质感的话 就是再去搭配一些 比较 平面的 漸层的这一些 色块 来做这种对比 对比效果 好 那这些都是捐印 捐印 捐印你如果说你偏爱用灰阶的话 当然 也是可以调啦 也是调那种灰阶的一个层次 好 那印的时候一样就是要粉版粉色 粉版粉色来做套印 那他一样可以就是手绘和你的影像 做结合 可以去搭配 好 那这个是传统年画 这是徐宁峰老师他的作品 捐印工坊 那他每年都会 都会帮这个国美馆 国美馆就是得奖 版印年画手奖作品 来印这个年画 因为美术馆他有规定就是 得手奖的作品 就是要有限量 要印2500张 2500张 那在早期 在早期十几年前的话 是印到3000张 就是在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这国美馆就是会有一些 版印年画的一些活动 就是他的作品 给一般观众 那还有就是做外交的时候 可以使用 就是得奖作品 限量的印字 那徐宫老师他的工坊 就是专门在印这个年画 还有艺术家的一些 一些作品 就是要用捐印的方式来呈现 他都有在承接 那他是版印年画起家的 他是连续六届的 版印年画手奖 他算是 台湾的版印年画十足 得奖十足 连续六届 那他这个年画就是 用的这个颜色 就是会比较强烈 比较强烈 就是传统民俗的这一些图案 过年过节热闹的这种图案 还有这个吉祥的意涵在里面 那他这个都是分版分色 用捐印 用捐印掏出来的 用捐印掏出来的 那这是课堂上面 就是同学用两色 用两色来印的一个作品 那这种同学在制作 这一种小品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用比较轻松的 这种色块方式来呈现 捐印的这种特点 他颜色比较浓 然后呢 是比较平面的 平面的一种视觉呈现 然后呢 是比较平面的一种视觉呈现 好 那这个就是捐板 捐板 那同学在对位 在对位 那这个是彩虹剑尘法 捐印上面呢 就是你可以去搭配 去使用漸层法 那他的这种特性表现出来 就除了平面的色块之外 你也可以有一些区块 去使用漸层 漸层效果 好 那捐印它也可以印在玻璃上面 那印在玻璃上的话呢 它的这个颜料 就不是一般的捐印油膜 它是用那个釉料 釉料 釉料 釉料的话 它是属于低温的釉料 用这个摆木 比较粗的这个网木 印在玻璃上 然后低温烧制而成 差不多800度上下 低温 低温 低温油 这就是我们那个研究所毕业 然后同学 同学就是设计的 一个玻璃圆排 每位同学做纪念这样 大家要毕业了 那我们研究 我们研究 甚至总共就五位而已 六位 六位 就我一个男生 所以我在边边 好 好 那在烧的时候呢 因为 老师的这个南部 一间工作室 在麻豆 麻豆的工作室 那这工作室呢 主要是我父亲 他在管理 那我附近他主要是在推一些陶翼 还有玻璃 就是两者结合 两者结合 那这个窑 所以我们工作室就有设了两个窑 好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 捐印 捐印的这一个 玻璃 烧制呢 就 送到这个南部工作室来烧 好 那我们工作室的话呢 就是 几年前有配合这个 台南文化局的一些 活动 叫open house的活动艺术家 就是工作室开放 然后可以让一般的民众来 进来参观 就工作室 那跟艺术家可以有这个互动 那里面呢 主要就是展示我父亲的一些陶翼作品 有这个 陶翼就结合玻璃的 这一种作品 这叫陶波 陶波化 叫陶波化 它是属于半立体 就是在那个陶板上面 然后 刻制出 鞋尾的那种 半浮雕的效果 搭配一些废玻璃 废玻璃就是在海边 在废气场剪的 这一些玻璃 就把它打碎 打碎之后 然后就把它呢 应用在作品上面 那主要是强调环保 所以就是作品上面 就没有用那些 幼药 因为那个陶翼的幼药 很多是有毒性的 你做久了之后 就会产生一些职业病 就呼吸道的一些伤害 所以我父亲他就后来 就强调环保 所以像用的材料就是属于 这种回收材料为主 就不用那些化学的 这个优料 好啊 这个是AIR Open House的活动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 有一些 群众进来工作室里面 好那这个是卡片制作 那捐印呢 它就是可以去设计出 那种小型的 但是限量的作品 像卡片书签啊 你都可以自己DIY 那这个是配合母亲节 那同学设计的卡片 那透明 透明片 就是这个透明片 透明片 你要用这个 直接在那个透明片上画 或者是用那个描图子 都可以 都可以 但就是说它感光描述呢 会有一些差异啊 会有一些差异 那个要测试 好那就是 母亲节卡片 它有 用这个 特殊的 印在布料上面的 这个 Jenny Maw 它也可以印在T-shirt 或者是 环保袋上面 那当然也有 同学就是用 压克力啦 那压克力它的缺点就是说 干得很快 那印了两三张 已经没办法印了 压克力 干燥速度太快了 那坚固性的话 那没有像那个 布料的那种油膜 这么坚固 那当然你要印T-shirt 环保袋就是要用 用这种专门的这种染料 布面的这种染料 来做这个印制 它会比较 比较耐洗 你都要洗的时候 比较不会退色 好 T-shirt 那这都是用坚印 印出来的 那我们下学期的话 就是说 有这个设计文创的课程 那同学都会接触到这一些 印T-shirt或者环保袋 卡片设计啦 或者是说你想要 制作大型的作品 那我们这都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印南教室 来制作 好 环保袋 环保袋设计 你要设计logo 你要设计一个主角 一个主角 他就没有左右颠倒的问题 所以你那个字就是呢 原来的那种正体字 你去做设计 你这个图文 去做编排 那我们在印南教室 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好 那这是一位前辈 艺术家 中有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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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作品 他作品都是以花草为主 他主要是用捐印还有木板 的一个并用 那并用的话 就是说 你是用两种以上的 这个版种 来印制 或者是有不同的这个技法 搭配使用 叫并用版 并用版 那这个并用版的话 就是说 中老师 中有辉老师 他的这个作品 他把它呢 运用到这一个 杯子上面 就是环保杯上面 那他是跟这个 台华窑 来做 做合作啦 这种新款的 这个保温杯 保温杯 那他这里面 他这个釉料 就一种很特殊的釉料 叫粉 粉彩的粉 粉鲜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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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的 就蛮 就是应该是 比较新的这种 有料 那 他的这个作品 发表会 是在 18号 就是 后天 后天 在那个 英哥的台华窑 他有 这一个 发表会 一些 文创产品的 发表会 那当然就台华窑 他也有跟其他艺术家 来 合作 他将作品 把它呢 转化到 这个 文创品上面 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 5月18号 太花窑 2点 这个 作品发表会 可以去 参观 参观 好 所以老师那是什么版 转印到那个桃上面 捐印 他是用捐印 捐印 用捐印印在这个 桃上面 然后他的料 他的色彩是用那个油料 用油料 用油料 因为他要 高温烧制 所以他不能用一般的 这个 捐印模 他已经就是专门的那个 这个油料 所以 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就是要去工厂 工厂 去制作 这样子 那那个 捐印板 因为他是 杯子 所以 捐印板是可以 圆弧的可以 圆弧状 可以 可以 所以 刷在圆弧的 捐印板上面 对 那个捐印板呢 就是说 上面 用那个 橡皮刮刀呢 把那个墨 那个油料 刮到 这个捐印 捐板上面 然后呢 你的那个 有弧度的 曲面的 这个 造型 你就可以 在上面 这样滑过去 滑过去之后呢 他的那个 那个 捐往上面的 这些图样 他就 转印到 那个 曲面上 所以他那个 捐印他可以印在那种 立体曲面上 他的那个 表现空间是蛮 蛮大的 对 那 转印上去做还要 烧制啦 还有烧制 那烧制就是看不同的 油料 他的那个 温度 不太一样 那一般如果说你要颜色 鲜艳的话 就是低温啦 因为高温的话 那个颜色都会 会 会偏 比较灰色 灰色系 所以鲜艳的颜色都是属于低温又居多 这样 好 那当然就是说 刚刚介绍 凹乎瓶孔 那还有这个并用版 并用版就是说呢 现在国际上面的一个设计师 或者是艺术家 版画家的一个 视觉创作 其实非常多样 那包括就是说也有 也有设计师就是用数位影像 来做创作 那你像这个 国际的一些大型展览 都可以看到就是说 那有一些国外作家 会用这个影像 用影像来呈现 他的作品 就是在这个版画的领域里面 就是说有一些数位作品 慢慢的 慢慢的呈现 那所以 其实在版画领域 数位也是属于这个 版映创作的范畴 那就是说呢 你要去思考 你要怎么样 将这个版映设计 你是要把它这个商品化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个人的创作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个人的创作 或者是说你个人创作的话呢 怎么样跟一般的海报区隔出来 对吧 版画跟一般的海报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能够区分出来 所以就有一些 一些那个版画家 它会特别强调 就是说 它虽然用数位 数位影像 但是它会强调那一种印痕质感 就是说它是印出来 有那种痕迹 有那种伤痕 肌理在作品上面 那就是说呢 它的那种视觉上面 是比较属于这种艺术性的一个视觉呈现 会比较强调这种印的痕迹 印的痕迹 跟一般的那个海报 特技海报能够做区隔 所以你像我们台湾的国美馆 每两年都会有这个国际版画中年展 那数位艺术的部分 也是会有几件 会得奖 那得奖的话 其实它还是比较会偏向说 它是一种艺术性的这种呈现 艺术性的呈现 把这一个版的这种特性 就是痕迹 把那种痕迹的美感 把它运用在这个作品上面 而不是说一般设计的那一种 海报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在 在这个艺术家上面呢 他会去去思考的问题 用数位 但是就是说他要跟这个海报 来做区隔 而且强调那个艺术感 所以你用数位创作的话呢 以版画的领域来讲 他没有实体的版 因为他的版就在 那个噴墨印表集里面 他没有实体 所以就是说奥突凭孔再加数位的话呢 就数位他没有实质的版 他的版在记忆体里面 所以就在一些国外的展览 其实这个数位版 慢慢的也会被接受 就是接受 好再来就是 这个是奥突凭孔的一个 印制的一些原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用那个侧面 侧面的示意图 就是图板就是你用这一些 不同工具的圆口 平口 三角道去雕刻 他就呈现这个凹下去的 凹下去的 凹下去的这一些痕迹 然后呢 用滚红在上面滚墨 红代表墨 滚了之后 然后呢 上面纸张 放上纸张 然后过压印机或马连 手工 就把它印出来 所以图板就是 凸出来的部分 凸出来的部分 是瘦墨的部分 好那凹板就是 我刚刚讲过 就是凹下去的地方呢 我们要填墨 要把墨填到凹槽里面 所以他会先刮一层墨 在板面上 整个就是乌琪玛黑的墨 然后你去用那个寒冷纱内里布 就是一层一层 把这个表面的这个墨把它擦拭掉 只留下这一个凹下去的这些墨 然后呢 透过压印机 凹板就是要用压印机 才可以压出来 透过压印机 然后把这个墨吸上来 凹板又左右颠倒 的这一个这个问题 好那平板 平板就是有水护刺的原理 有水护刺 图的部分 这个灰色的部分 这个凸出来 这个是图 然后第二图二 是凹下去的地方 就是这个蓝色 是水 你就是要用海绵去擦水 擦水之后呢 它的这一个图的部分呢 它会排水 会吸墨 那非图像的部分 就是背景的部分 它就会这样 吸水 会含水 会排墨 那就是说 透过这个护刺 有水护刺原理 然后你就是滚墨的时候 墨它只会 沾附到你的图像区 那你有水的部分 它就不会沾染到墨 然后呢 过压印机 把这个图像印字出来 平板也会左右颠倒 那再来孔板 这个孔板 它就没有左右颠倒的问题 孔板就是 透过这个遮挡和镂空的原理 这个墨把它呢 刮到这一个 卷板上面 然后透过这个 橡皮刮条 一刮45度角 稍微用力刮 它这个图啊 它就透过压力 可以下达到我们的这个 纸张上面 空板 好 那这个是这个 素质版 新素质版 那也就是那个 这几年开发出来的 这个 板种 素质版 它是属于化学合成的一种版 那它可以呢 不用雕刻刀啊 直接用原子笔就可以 上面画 刻画 你素描能力好的话呢 你就可以 把这个明暗 光影体积啊 都可以刻画出来 刻画出来 那就是说呢 透过那个线条的交织啊 你画画铅笔 素描一样嘛 就是透过线条的交织 那你交织的越多越密啊 它就会 越亮 运出来会越亮 那你呢 交织的比较少的话呢 它就会比较 比较深 比较深 所以就是说 你要表现出这些深陷阶调 就是要运用这个疏密 这些线条交错的疏密 来呈现阶调变化 那这个线 你也可以有其他的质感 或者是用点也可以 点的疏密也可以 可以去暗示 深浅 深浅变化 好 那你要布局一个画面 就是说 你的那个主题一定要明确 做版画就是说 你的那个焦点 要特别突出 然后有视觉力量 所以你在 勾勒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就是至少要八分满 不要画太小 所以画它越小会越难刻 越难刻 好 你主题大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原子笔 或者是雕刻到去 金银里面的层次 细节 亮灰暗的关系 画面的这个主题 聚焦嘛 要聚焦 你不要说每个地方都是 都是一样亮 一样亮它就平掉了 因为这个画面的这些 原理原则其实跟画素描一样 因为同样都是那些原理原则 只是说媒材不同 总化一种媒材的使用 好 那你可以就是说设计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小宠物 小狗小猫 或者是你的一些昆虫 培育的一些小动物 你都可以把它 设计到你的 作品里面 你看这个就是面积都 都很大 对不对 你不要就是说设计的时候 主题不要设计太小 越大越好 然后呢 这个树枝板呢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你说原子笔的话 你搭配这一个 钓刻刀 那也可以有 这一个 不同的 这个 开发这一个 树枝板的这一家公司 它有 那种特别的工具 滚扁刀啦 滚线刀 那这个 所以 滚过去 它就是呢 这个排列线条一次就五六排 这样子 很快就可以达到 你要的 这个层次效果 所以就是说可以搭配 它的这个 特殊的工具 它的这个 好 那后面的看这个点 有没有 点的这个大小 输密 点越密 它就越亮 越亮 它就线 你觉得说可以用雕刻刀 或者是原子笔 壳 或者压 都可以 那 素质板它是介于这个 珍珠板和橡胶板之间 所以 它没有像珍珠板那么软 珍珠板太软的话 你要磕细 没办法磕 那就是小朋友 这个 简单的用那个 铁钉 或者是用 用那个 竹筷子把它削尖 简单的一个造型训练 那你如果是要做的很细的话 你就是要用这个 树枝板 树枝板 那它又没有像橡胶板 这么硬 所以就你指甲轻轻的 一抠 它就伤痕在上面了 因为它是蛮 蛮软的 蛮软的 那 你在 刻字细部的时候 非常容易处理出那种 细致度 所以 凸板的话 我们就是 之后 我们也可以 来用这个 树枝板 来做 做 这个设计 好 那这个 你在 处理 一幅画面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说 那些 笔触痕迹 也要遵循 这一个 这些物件 它的一个脉络 走向 那这样子你 刻画出来的感觉 它会更贴切的呈现出 那种材质感 那就是明暗的布局 那做版画 不仅这一种 凸板 你要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那些暗的 和亮的 这些区块的一个分配 有些焦点之内 你就让它亮出来对比强 那有些地方呢 就是说让它缓和一点 缓和一点 那有一些是整块的重 整块的黑 你如果说没有整块的黑 整个画面它会比较 比较轻浮 比较不稳定 所以就是说呢 在设计上面 你要有一些区块是 重的黑 有一定面积的黑 在上面搭配 这样跟亮它就形成对比 强烈对比 这个就在设计上面 要先去安排 一开始在设计稿上面 就是初稿 就会先用明暗 单设明暗 来分配 这个大德亮暗关系 它确定之后 确定之后 在刻字的过程 就参考那一张明暗 大明暗来做刻画 那当然就是说 刻的时候 你要让它画面当中 有不同的这个笔触 有一些笔触变化 你就要去善用 不同的刀 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 刀痕韻味 去善用这些不同的那个 雕刻刀 那雕刻出来的作品 它就会比较灵活 会比较灵活 不会说 同样都是一只雕刻刀 雕出来的 它就会比较 会比较 变化没那么 没那么丰富 会比较单一一点 好 那这里是常数票 常数票的设计 一样就是呢 亮暗的 这个分配 亮暗的分配 你要先设定好 然后再刻 不然里面分配好 你就刻 刻坏了 就不回来了 就重新再来 所以这个 黑白灰关系 你就是 你要先设定好 那刻的时候 就很明确 好 那这也是 常数票设计 那当然在台湾的 常数票比赛 每 每年它都会有 一个主题 一个主题 用西游记 用西游记 恐龙梦 这样就是说 你要针对这个主题 来做 做创作 好 那这个底色呢 它就是用一层 那个副板 副板 然后天空 这有一些亮亮的云彩 先把它刻掉 刻掉之后 然后再滚这个 绿色 绿色的墨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叠主板的黑 那这个层次就 非常丰富了 那它底下 还有用 运用一些滚点刀 排线刀滚点刀 它这个刀子就是 划过 它就会产生这一种 点点点的感觉 或者是整排的线 都有这种特殊工具 可以使用 那再来就是说 你在设计 设计的时候 就是说 印出来 在印的过程 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绑画 它都会有留白边 那留白边的话 就传统的方式 这个白边一定就是 一定要保持干净啊 你不能有污点 有污点会扣分 旁边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所以你在印制过程 就是说呢 你的手 如果有脏污的话 你就是说 要用这一个 后卡 两张那个 后纸片 后纸片然后夹住你的作品 这样夹 夹起来 再来拿你的作品 那后 那个纸片就是保持干净 你就要所脏的 透过那个纸片 来 来取这个纸张的话 它就不会 不会脏掉 或者是你的电话卡 对折 电话卡对折 那也可以 拿纸片 就拿你的这个作品 电话卡 那也就是说 留白边呢 旁边一定都是保持干净 平整 但是统的话 就是说 基本的一个要求 好 那这个是高反差 可 老虎 老虎 但有一种 有一些那种规律性 产生的一种韻律美感 我们都可以 运用在板画上面 那绘画的元素这里也都有啦 点线面 这点 这些有大点 小点的点 线 有线 块面 有这些不同的块面 也就是说你构成 绘画的基本元素 点线面 点大小不同的点 线啊 粗细长短不同的线啊 面有不同的 大块面小块面 这样穿插 穿插出一个丰富完整的画面 那就是说 你在 在制作上面呢 你也是要 要去思考 你在 退化基础 你所学的这些原理原则 黑白灰关系点 线面运用 这个都要把它 运用到作品上 这个都可以 做延伸啦 好 那就是 我们课程上面的这个 纪念章 纪念 刻字的一个 小的这个纪念章 就在我们课程上 都有 你可以针对就是说 某个活动 针对这个活动 或者说你的工作室 或者美术馆的展览 你来设计一款纪念章 那当然我们在 在刻的时候 这个凸板它又有分这个 阴刻和阳刻啦 那 阴刻的话就是说 图是凹下去的 图是凹的 那非图像的部分是凸出来的 也就是你要替是替那个图的部分 让它凹下去 那印出来的效果就是 图是白色的 它是白色的 那背景的部分 它是有颜色的 那第二种 阳刻的话就是说 你图 图是凸出来的 背景呢是去掉的 背景要把它剃掉 就是图 所以那个图呢 变成你的轮廓线造型 那种块面感觉要明显 那种细线都没办法刻图 把那个阳刻表现出来 所以阳刻那就是说 你的那个图的部分 一定要有面积块面 线也是要加粗啦 那一般就是说 刻的时候以实践来讲的话 当然是阴刻它刻的时候会比较快速一点 阴刻 因为你就只要把这个 轮廓的部分把它剃掉 那当然你阴刻 你还要去讲究说 这个线条 线条有粗细啦 那有一些块面的搭配 要不然你完全 只是压线的话呢 印出来会很单调 会很单调 那印章有少数是用阴刻的方式 就你的那名字 是剃掉的 印出来的名字就是亮的 现在印章基本上都是阳刻比较多嘛 阴刻比较少啦 那 这朵花 这朵花 还有这一张作品 同学的作品 这就是用阳刻的方式 阳刻的方式就是说 线条 这些造型轮廓是凸出来的 这些轮廓造型是凸的 背景是去掉的 所以印出来它会有一些背景的 这一些痕迹 一些印痕 那在凸版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一件作品的话呢 允许就是说 可以有一些这个印痕 不是你刻意留下 就是说 有些是那种意外的 那种效果出来 只要它不干扰画面呢 它都可以存在 都可以保留啦 那当然如果说 可以干扰主题的话 那你就是 在修版的时候 把它 就把它去除掉 然后再印 再印第二次 所以就是说 那个板子呢 它还是可以修版啦 你第一次试印之后 不满意呢 便来可以再修 把油末把它充掉之后 我们再去修版 修版之后 然后再印第二次 所以 阳刻的话 会比较 比较花时间 那印刻的话 虽然 可以 在比较短的时间刻出来 但是你就是要去去讲究 那一些点线面的 那一些分配问题 让你的画面呢 是有变化的 不会觉得单调 好 这个是我们上学期 文学分的示范作品 算 这是属于单板的复刻啦 单板复刻 那就是说你一块板子 它可以呢 重复的去套印不同的色彩 那最上次套了四个五 四五个颜色 那就一个板里面 单板复刻就是最亮 最亮的部分先把它剃掉 最亮的剃掉 印出第一个基本色 还是有浅开始嘛 那第一个基本色印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第一个颜色我是印黄啦 所以黄色印完之后 我就把黄的剃掉 黄的剃掉之后呢 我再来印红的 印红的 红的印完再把红的再剃掉 再来印这个黑色 再来印这个黑色 就是说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就是每印完一个颜色 你就把那个颜色的区块把它剃掉 然后就是接着 接着印下一个颜色 就叫单板复刻 它就不用这个分板分色 那单板复刻 它就是说 它可以 就是说你一次的亮 你就要把它印出来 比方说一次要印十张 我就十张整个印完 印完之后 然后再换第二个颜色 因为它没办法再回溯前面的动作了 那你分板分色它还可以回溯 就是说我第一个颜色 今天印了十张 我明天我想要再加印 可以 可以继续再加印 但是单板复刻 就是没办法再回溯了 所以说你印到最后颜色 我想要再加印 不可能了 没办法再印 因为它前面没办法回溯到前面的动作 所以就说一次性的 你要印几张就要全部都要印出来 一次十张就十张一次印 也是素质版吗 对这个是素质版 素质版就是搭配这个笔刻 有原子笔 用原子笔来刻 那这个是常书票 常书票 所以在那个 一些常书票的比赛 它一定都会规定 就是说一定有这一串字 就是E-S-L-I-B-R-I-S enlibers 还有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你要用中文、英文、署名都可以 你就是说你的名字 就是转化成符号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涵盖这两个部分 就是图像 涵盖常书票、英文和你的名字 这两个部分 如果说没有这两个部分 你拿去参加比赛 就不予评分 推荐 所以就是说你要参加比赛 你就是要看清楚游戏规则 它的规定是什么 你就是要遵循那个规定 要不然你做得再好 你也没办法入围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 那再来 这个是PS版 这个是PS版 这个是印在 印在板画纸上面 右边这个 这个是透色的 这个是透色的 那它也可以印在宣纸类的 有色的纸材都可以印在上面 那你可以去对照 同样的这一些造型 印在不同的纸面上 它会产生不同的氛围 你就可以去做取舍 这个画面适合哪一款纸张 或者是怎么样去配色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这样在短时间里面 就是说印出来 那你再去评估说 我要用 要限量印字的时候 要用什么方式来印 所以这个PS版 这是用PS版印的 那里面 技法就包括就是用 代用整笔 用点的方式 枢密 来呈现明暗 点的枢密 点的月枢 也就是点和点距离比较远 它就比较浅 点和点的距离比较近 它就比较密 它就比较深 印出来比较深 用点的枢密 然后这些更大的这个点 这个点 用那个墨 用墨去剖 剖撒 剖撒出这个点 所以它就有真理的点和墨的点 有一些变化 然后这些云文图案 就是属于装饰性的 就是说你有阶调性的层次 然后结合 结合这个装饰性的图文 你可以 就实验性的 你去去尝试看看 看效果怎么样 那这个是小品 实验小品 那第二章这个漸层 漸层它也可以 就是用平板墨 我们就是先滚这个漸层 漸层效果 然后再套印主板 再套印主板 那这个是数位 结合间捐印 那数位就是说是背景 背景的这些部分 就用漂浮的这一些蝴蝶兰 蝴蝶兰 然后里面的这一朵焦点 就是捐印 捐印我加了这一个发炮剂 发炮剂加了之后 就是印完 然后用吹风机加温 它会像浮雕一样 它会膨胀 膨胀之后 就觉得蛮有趣的 在这朵花 这朵花是凸出来的感觉 就是加了发炮剂 所以就是说 感觉你在那个展览的时候 投射灯一打 它这个 这朵花就有一个高度出来 现在地方这个就是一般的 那个盆墨平面的 它就产生一种层次 一种层次出来 这也是尝试性的 所以你的数位做基底 你在上面再用 用这个不同的板材 然后再套印也是可以 它也是一个方向 那这个是黑白稿 就是画 用油性笔 还有带用针笔 画在这个不伸缩描图纸上面 会画到这么细 画这么细 那这就是说 你要表现明暗阶调 就是点 这些点的疏密 去表现深浅 它也可以有这个线 线的这个疏密出细 来暗示明暗变化 可以画到那么小的这一种 太阳花的花蕊 那就是用小圈圈 小圈圈里面还有一些疏密 小圈圈构成的这个花蕊 画得很细 很很细 但这个不是短时间就可以画出来 这个都是要花不少时间 去制作这个黑稿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感光 感光的前置作业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黑稿 你要画完整 所以黑稿画完整之后 我们在感光字版就很快 所以比较花时间的就是 你在画黑稿的时间 会画比较多的时间在上面 好 那这就是你们学姐 是四传系的学姐 去年 前年 前年就是 这一张作品 用平板印的 参加全国学生 迷你版画 创作比赛 这样拿到優选 这样拿到優选 那这个迷你版画就是说 它是限制在A4的尺寸之内 你在A4里面 你可以尽情的去发挥你的创意设计 然后用凹凸瓶孔 或者是并用 这些不同的板材 它没有限制 你就是用板画的方式把它印出来 要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单色的一个呈现 那就是说 它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猫头鹰家族 那是一个 一个亮点 就是它每一只猫头鹰 它有不同的个性表情 对不对 有爸爸妈妈 还有大哥大姐 一家人 那背景也是很用心 比如说 它用不同的装饰效果 来区分 每个区块的变化 那你如果说 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 这种质感 从头画到尾 那就会很呆板 那同学应该有看过 奥地利的作家 克林姆 克林姆 他的那个蚊 那个蚊的话 从男孩 男孩 女孩到背景 他里面身体 都有不同的那些装饰纹路 那你就是说 做板画也是一样 他反而会更强调 这一些装饰性的这个蚊路 你要去分配好 你不管是装饰或者是 要有明暗的层次结调 那就是说 你要去把它分区块 分区块 基本上这些区块 它就暗示了板的概念 那板的概念就是 一块一块的区隔 它有板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就是说在构图的时候 就是大结构 这个主题七八分满 那里面的这些布局 你就是要花点心思 怎么样去搭配这些装饰图案 那看起来是很精彩的 那当然一个板面 它可以同时 你要有写实的 也可以有装饰平面的 混搭都可以 这没什么限制 好 那这个是全开的 就是全 没有到全开 大概对开大一点 它的一个创作 它就是以它的这个肖像 高中三年毕业了 准备要迎接大学的新生活 它就是做了这一张 它的字画像 字画像 背景呢 它就有套这个底纹 它有套了一层 这个有淡灰 淡淡的那种灰阶 灰阶的一个底纹 然后再套主板的这一个 焦点 焦点就是套上主板 那所以就是说你主题大 你主题大的话 然后呢 这个深的部分 你要压 要压得够重 它的那种亮暗的对比 就会很突出 你如果说你画的很细 但是呢 深的不够深的不够深 很多同学都会 会犯一个毛病 就画的 当做插画这样的话 都画的很 每个区块都很细腻 都很用心啊 但是画完之后发现呢 有一些重 那个重的区块忽略了 又或者是亮的区块没有 没有留下来 一些亮的层次 所以整个就是印出来 就平平的灰灰的这样子 它的对比效果就会很弱 那尤其你如果是比赛的作品呢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吃掉了 因为那这比赛作品都是几百件 那你的对比弱的话呢 人家根本吸引不了 评审的注意力 所以就是说 你在这种大型作品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 就是那种大的 这种黑白灰对比啊 一定要 要特别去注意 不要让你的视觉变弱 尤其大张的话 视觉弱 那就很可惜啦 可是我们再五分钟 然后再开放给同学们提问 哦好 OK 好 OK 我再讲快一点 因为还讲不到一半 我时间再快一点 那这一张呢 这一张呢 也是迷你版画 是两年前 是你们研究生的学姐 黄绍生学姐 她的作品 这张也是全国迷你版画的 优选特优 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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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分前三名啦 最好就特优啦 好 那很快速的 这个是老师的作品 那我作品的话 这个是 参加全国美展 全国 就国美广办的全国美展 这张是金牌奖 金牌奖 我就是 这是我研究所时期 我在探讨的 就是一个人 个人的肖像 还有我父亲 我父亲的肖像 来做一些创意表现 那就是用一些蒙太奇的 一些处理手法 来做这种拼贴 多重空间的一种空 这种拼贴 并置 那个是用 PS版印出来的 全国美展金牌 这是我们戏上的版画展 这张是第一名 我原作所时期 我就尝试用数位 数位 它背景有一些 仿铜版 就美楼钉的那种纹理 你在数位滤镜里面 可以去做出来 然后再用 这个PS版印在 这个燕皮鲜上面 就布里产的燕皮鲜 很薄 它有半透明 你把它拼贴上去之后 那个底纹都会透上来 很特殊的 就是尝试拼贴 然后这个是去年的全国美版画 全国版画展的第二名 第二名 这个龟列 我们有套了这个捐印 有套了一些捐印在上面 那主图是PS版 PS版 就是包含有手绘和影像 这两者并置 因为老师蛮喜欢数位摄影的 所以我会去拍一些 不管是人工造型 或者是这个自然的 有机的这些造型 我都会去收集资料 就是用我的肖像 像微观的一种宇宙 有一些水珠 线性的这些元素 把它构成 然后设计在我们 我的这个脸部上面 那这张 这张是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的桃园 桃园美展这张是第三名 那这张我做了一张 迷你的这个迷你版画 就是A4 A4之内 然后送那个多摩美术大学 他们办的这个东京迷你版画的三年展 那这一张是有入围 并且就获得那个美术馆的收藏 这一张 然后这一张也是结合数位影像 这个燕皮轩表贴 PS版印燕皮轩 然后再裁切表贴 再有数位板画 数位影像的这个底纹上面 就产生了一种 半透明的层次效果 那这个要近看 才会有明显的感觉 这个新北市的美展的第一名 新北市美展 快速的看 那这个是大敦美展第三名 那这个是桃园美展也是第一名 第一名 这个是桃社 这个是桃社 那这个是复合美财 那金版画的概念就是说 你可以结合复合美财 把影像转印到这个油画布上面 然后你再用手工再去描绘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这个是属于复合美财 我将影像就是透过这个无酸素质 把它转印到这个布面上 然后再去用那个镂空的这个纹路 再去 那这个就是桃印的概念 就用喷起喷 然后后面就用压克力染色 那这个是橱窗设计 所以这个就要表现一种东方的一种韻味 就是我在这个折扇上面 那把这一个佛手 还有这个荷花 那些这个书法 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破碎片就是有桃的破碎片 还有石头 我用那个燕皮玄 就是我把影像印在燕皮玄上 然后再把它包覆到这一个破碎片 还有这个石头上面 它就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 就是那种残破的一种美感 就是荷花三连画 每一张都是有的 每张是有录款签名 我要讲一下怎么录款签名 再快一点 那画心的话 就我们作品完成之后 在国际上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签名方式 就是这个板次 这个长 这个宽 我们在宽的范围里面 你就是 第一个 你如果限量的话 总共印五张 第一张五分之一 第二张五分之二 编到五分之五 结束 你如果不编号 你只是实验性的话 你就写 A1.P A1.P的全名是 Artist Perf A R T I S T P R O O F 那就是说呢 这个是四版的意思 不确定要印几张 然后一个兼具 再写上名字 你的名字 写上你的作品名称 年代 和这个作者新名 全部用铅笔签 为什么 不能用原子笔 用色铅笔 因为你用原子笔签笔 它是化学染料 时间久了 它会变质 这个会褪色 不耐纸外线 会褪色 那你用铅笔签 铅笔的成分是石墨 石墨它保存百年都不会变质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面 签都是用这个铅笔来签 不要用任何有色的原子笔 有色的这个铅笔来签 法国的这个小型画廊 有在展示这个绘本 那你就说你那个绘本 也是可以结合版印 然后配合一些诗文 或者是你要设计有故事性的 这个内容在里面做搭配 就可以用版印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都可以 那这个是小品 小品的这个作品 作品集 小作品集 它就是用一张一张的方式 然后手工纸的这种方式 把它装在这个小纸盒里面 每一张都读 它都是一件完整作品 快速 快速好 快这快一点 这一分钟 这一分钟 一分钟 好 从展示出来的这个版画 国际迷你版画 迷你的这个手工书展 手工书在那个展场的配置 就是有高低 一些高低的这些层次变化 所以你一进去看的时候觉得 这个蛮有趣的 这些高低的这些层次 然后你可以去观赏这些手工书 各国不同作家的手工书 非常精彩 也有那种立体的造型 好 我们快速的浏览浏览一次 你用镂空的 就表现一种空间层次 那也有这一个 你把那个 纸把它卷曲 卷曲成一个造型 但里面它有一些文 图案文在里面 它就是一个 纯粹的一个立体造型 折叶式的 那里面小书本 但是里面很开阔 标本式的 呈现 色彩冷暖的 韵律 折叶式的 就是手 有手绘 就是说你印了之后 然后加上手绘元素在里面 它就是这一种 折出一个造型 立体造型 每一面它都会有一些文字 说明 还有蕾丝画边的 就是纸你也可以去黏贴 或者是缝绿 缝绿的方式 增加它的一些 特别的一种元素 昆虫 还有这个线 线要就是把它 把它穿插在这个纸面里 表现它的一个象征性的意涵在里面 就是毛边 有毛边 增加到手工杆 可以印在木板上面都可以 好 好 最后 最后的 好 那这个是今年的2月 2月9号到3月25号的一个 这个中有辉老师 他的一个回顾展 他的70回顾展 在国际纪念馆举行 那他呢都是 以那个木板捐印 后期 都木板捐印为主 早期他凹凸屏孔都有 都有接触 那就是说 他印在木板上面 他把他的那一些符号 一些花草符号 印在这个木板上面 那在玻璃上面 可以延伸到玻璃上 这个也是属于低温柚 低温柚 那这个他就把这一个 作品 他就中间这个是实木 他就把这一些 一片一片的这一些玻璃 玻璃里面的这些图样 就把它插在这个木头上面 好像一棵生命树这样子 那就是不同的一个思觉意涵 他就是把平面的板画 再延伸到一种立体 中置上面 那这个是呢 比较特殊的就是呢 他是把他作品 運用在时尚的这一个 服装设计上面 那这个就是Model Model他就是穿这个 服装设计时设计出来的 然后跟他的这一个 捐印的作品 做比对 就在做比对 好 那这个因为他的颜色很鲜艳 所以就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 他会取 不是说一定整个都进去 他有的是取局部而已 就是说他整个设计 那他是一种整体协调 自然的一种美感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 一个作品 把它延伸到这一个 时尚的这个设计上面 很华丽 很华丽 好那这个是对照 那他呢 画草符号 把它运用到这一个服装上面 就是素牙的色彩 那这个同色系 他这个色系的话 他都有一个主色系 绝对不会乱 就是主色系 然后里面有一些层次变化 好这是展览的一个亮点 那后面还有一个走秀 真人走秀 那真人走秀的话呢 那一天是集满的人潮 那个专业摄影师 都在取model的角度 在那边走秀 这些model 好那旁边这个 这些摄影师都在取 这一个model的一个最优美的角度 就是钟老师他的一个作品 复合美财的捐印作品 就延伸到服装设计上面 那这就有真人走秀 那这是一个亮 他展览的亮点 在中山国家画廊 这主要的这个model 主要的model 很华丽 非常华丽 然后呢 这个钟老师他也有将他的作品 这些符号啦 花草符号啦 用烤漆烤在这个 这个迷你上面 迷你的这个小车子里面 这个model就是跟这个车 这辆迷你的小轿车 这可以开喔 这个是可以开 不是只有装饰而已 这进去展示的时候 是用那种吊车 吊进去会场 现在这算是他70岁的一个 大型的主要展览 就是亮点就是结合真人的走秀 用他的版画延伸到这个服装设计上面 这个服装设计上面 这是他的亮点 好 他这个设计师 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林国基老师 林国基老师 他跟那个仲慧老师合作的 那就是说这个服装设计 主要是林国基老师他设计的 被云层遮住 所以没有什么阳光 但是我要制造一点点夕阳光 还有一点点阳光 在非常低的角度 可以照到一部分的山 一部分的山 所以我刚讲 这一个山壁有受光 这边是背光 这边有一点点受光 这样的方式 好